昨天上一个礼拜呢 我们星期三呢 也上了这个逻辑学的课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大家都没有交作业 是不是老师讲课有问题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看灵不灵光 我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可能是我 我先检讨老师自己的过法 上一次课呢 我没有把那个书稿给大家打印出来 那同学呢 他就看圣经在网上看书 有一个问题 我在这里没有办法看到你 你在这干嘛呢 不然你在干什么 也许真的你在抓老鼠 也许你在这在剪指甲 或者说你在那里胡思乱想 我不知道 所以大家的作业呢 我一个都没有看到 平时不管作业呢 都有时候多一点 有时候少一点 这个很正常 对不对 有些同学呢 耽搁了 没做作业 没有认为这个天会塌下来 尽量完成 别的什么事情感冒了 生病了 做不出来呀 有很正常 对吧 所以老师呢 把这个做了一下改进啊 看这下灵不灵光啊 救助严敏 我们做个祷告 也希望同学们呢 每次上课都准时啊 这么个小事都不忠心 上个课啊 丢啥那事啊 你不能忙啥去了 对不对 你又不是国家领导人 接近外宾 你又不是军方 只会有什么战事紧急情况耽搁了 上个课你的准时 要操练自己 我们也是啊 我们家也是 睡觉啊 不及时 老生家庭经办也不及时 大家都操练自己 我不是说 萧老师做得很好了 你们 在你们面前炫耀自己 不是不是的 我们大家都学操练自己 操练自己的这种 都是认真啊 金钱啊 人生会有太多 我们这个开始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希望比如说呢 能够上这一趟后来 能够掌握这个 对别人如何进行文字方面的劝民 如何用文字跟别人沟通 愿主带领和帮助 把以前学到的逻辑学 在经济里面用得上了 也不是的 学了以后 就像猴子下山一样的话 剪一个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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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 得不尝试 愿主灵敏和帮助 那这种老师的 备课认真 上课认真 讲话速度不要太快 把一些好的道理 好的信息 能够娓娓到来 不紧不骂 学不厌 惠人不倦 愿主严明和帮助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老师本来没做好 老师的工作 上一回呢 讲到了这个 书面表达 就是你通过文字来劝 比如说我们在 微信上面 你喜欢听别人 用语音跟你讲话呢 还喜欢用文字跟你说话 在微信或者说在别的 什么平台上面 或者说BBS论坛上面 你喜欢听文字 看文字的还是 喜欢听语音的 你们说 你就哪个舒服一点了 你觉得 各同学 我喜欢听语音 你喜欢听语音的 还有呢 我也喜欢听语音 还有呢 我喜欢看文字 看文字 就看情况 这个不一定 如果你一般情况下 你的中文水平 比较不错的人 相对来说 会喜欢看文字一点 因为中国人教人用文字 对不对 如果你的中文水平 不得好 有些女生 或者说男生 从小学的是英语 那么呢 他不习惯于中文 中文要书写 他写的时候是什么的 你是拉女子当马骑 他很难受 知道吗 我比如说 我跟我弟弟和妹妹交流 我都是用语音 为什么用语音呢 因为我弟弟妹妹读的书不多 我们叫龙村里 他们那些人呢 大部分就没读过什么 你要用文字跟他沟通 他很多字都不认识 那他东西就很费劲 然后呢 跟教会里的老弟兄 老姐妹 你跟他交流怎么呢 你要语音交流 一个他耳朵不灵贯 而且你的语言声量大一点 他这种老人手机听得见 文字他看不清楚 他眼睛的花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 给我这个年龄阶段的 或者给我年轻的 我们很喜欢用文字教的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基督徒的一些微信群里头 我们有四个微信群 那不是我的本人的 我参与了那个信用方面的讨论 那你静止音语音 静止发语音 你知道为什么 你会静止发语音吧 因为你听语言的速度很慢 很慢 你一句一句的就听 我看文字怎么样呢 我一下子 我一分钟我就看完一个页面了 我就半个页面 但是我听你讲呢 一次来一句话 五十九分之或者五十八分之 你随会中文用书面表达 我问大家 整个人类的文明成果 是怎样传递一下的 是靠视频传呢 还是语言传呢 还是文字传呢 还是雕像传 我问大家 文字 不管是中国人 美国人 还是欧洲人 或者说南亚的人 或者还有什么北方的俄罗斯 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的成果 都是靠文字来传递 它为什么你使用文字 它为什么不靠视频 为什么不靠雕像 或者是画像来传递 为什么不靠语音来传递 你想想看 今天哈佛大学 或者说剑桥大学 你写博士论文 它是要语音 念博士论文 还是用文字 先用博士论文 怎么说 文字 为什么用文字 难道它是哑巴 不会说话 更方便 对呀 更方便 你便如交流嘛 你不能说个人在里头 自己觉得很爽 我这个有一些老弟兄 年轻大了嘛 他给我发音啊 就是有一个女的 以前上海 他发二三四条语音 要我去跟他分享 我说姐妹 你发这么多语音 我也是个要工作的人 我每天就听你讲语音嘛 人家管自己快活 这别人怎么难受 我不在乎 而且有些女权主义者 很强势的 很强势的 我不管 我只管我表达的 爽 所以大家学会用书面表达 要劝勉别人 用书面表达 不管你在中国生活 还是在美国生活 但是在美国 直接英语嘛 在中国什么样呢 已经用中文了 书面表达 明白吗 那么表达的过程 在昨天我跟他 上一周礼拜 在他讲一个语 约翰阿鼠 比如一样吧 约翰阿鼠呢 是讲你要小心 先接待客人 动物呢 试顶 你接到客人的准则 你的行为 界限 然后呢 跟你接到客人 跟着祝福 就是呢 是劝勉人家 你要小心接待客人 这是教货里的接待 不是我们老家 都要亲戚朋友 都来着接待 是分店过节 到爷爷奶奶家去 到叔叔 到伯伯家去 就吃个饭 不是那种接待 是教货里头 因为来来往往 在古代不像今天 有这么多酒店 你像我们这个小镇上面 我像住的这个原则小镇 你随便走出路 都是什么公寓 什么客栈 为什么呢 来来往往的人多 它是个工业小厨 这地方呢 成厂服装 成电子产品 来来往往的人客户很多 而且小工厂呢 也许就五六个人 就是个工厂 也就是四个人 也是个工厂 做一些服装方面的配件 它也能够挣钱 它真的 但来来往往朋友 就住这些客户来 那这个是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 随便想你百八块钱 甚至到五十块钱 也在九丁 住一个晚上 那古代 那古代的人 尤其是外面出去 传道的人 到哪里去吃饭 到哪里去睡觉 你告诉我 每次教会 采派一个传道人出去 到哪里去吃饭 到哪里去睡觉 都是信徒家里 基本上是找教会 你看保罗 主耶稣 他们首先找犹太人的会谈 找犹太人的会 具体的家庭 还不得有这么多房子吗 你找到谁的家庭 别人家不得有好房子 让他款待你 我们以前要的 我自己家都住不下了 我四个五个孩子 就 床铺上一层下一层 你要怎么接待你的 你来了我也接待不了 所以怎么 忘记要找犹太会 然后犹太会到以后 被基督徒分开了 你找教会 看有没有教会的人 找来就安排接待一下 那么接待的时候 就怎么回事呢 就有个准则 你接待什么 如果接待个一段 那你就会害自己教会 是不是 这是约翰二书写的 还有个约翰三书 今天讲约翰三书 那么前面讲了 你不要接待 你不要接待 然后约翰三书 你要接待 你要接待什么人呢 要接待神的功能 我们看一下约翰三书 约翰三书 我们翻到约翰三书 大家翻到约翰三书 约翰三书 约翰二书二书三书 你接待天神 你能知道每一个人来的都是天神吗 还不好说对不对 结局来的真的就是个普通的人 好 那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 各同学 对不对 我把文章打出来了 上回来我们也没搞出来 可能你们没有学好的原因之一 这个文章是约翰二书的 就是说我题目是我给他讲的 最后呢 就是小心接待客人 怎么小心法呢 你说小心小心了 小心了 怎么小心 我们今天说 张同学 你出门的时候要小心了 怎么小心 怎么小心 李姑娘 你离家出走 你在外面去打工 在路上 妈妈不在你身边 你要小心 怎么小心 怎么小心 能怎么小心 你在外面 你妈妈爸妈妈叫你小心 你说你怎么小心 各位听 你能怎么小心 简直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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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这样讲得很好 简直坏人 简直坏人 这样的话是谁讲的 学习的老师会叫你小心吗 他在家人 今天学习老师 我现在学校读书 要爱陌生人 要学雷芬 书说 他不会真正的爱你 那些讲大道理的人 他不会真正的爱你 他只管他吹牛皮 吹得很爽 爱你行 爱人如己 哪里有黑暗 我们就哪里拨下光 的枕子 哪里有战争 我们就拨下和平的枕子 哪里有纷争 我们就拨下爱的枕子 哪里有仇恨 那我们就拨下慈爱 你这怎么做了吗 你真的是这么做的吗 你真的这么做吗 吹牛皮 害死人不负责任 你要是一个陌生人 这么讲这些话 我不理你 关键是 他是我们弟兄姐妹的 至少我们认为 他是我们弟兄姐妹 认为他是我们的老师 你讲话要负责任 你讲话要负责任 同学们你在我这里上课 我热烈欢迎你 我能够保证得一点话 萧老师不给大家吹牛 还不讲大话 不要撒谎 但是我不能够保证 我不讲错话 我可能会犯了这个错误 哪个错误 因为水平太远限了 尤其是历史方面 我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 纯粹的学术研究 现在写文章写不了 敏感词太多了 这里要小心 怎么小心 我们父母告诉我们 要防止坏人 教会也是 大家注意 我们把一篇文章 这个分为四段 分为四段 上回来读过了 我们也不再读了 第一节到第三节 大家注意 第一节到第三节 这讲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你写文章也是这样 你要劝人家 劝人家 你在讲的理由 首先是讲准则 你接待人 有什么准则吗 我给大家分享 做长老的显现革命 拣选太太 太是尊贵的 这老婆尊敬的 叫太太 我来不太尊敬人 我叫她叫老婆 或者叫她叫什么名字 太太是指教会 只是教会 和她的儿女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不但我爱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 明白真理的人 都会爱教会 是吧 就这个意思 就老约翰的意思 爱真理的人 都会爱教会 因为他知道教会 是持守上帝真理的地方 是包括上帝话语的地方 爱你们呢 我爱你们的原因 也是因为真理的人 我跟你们有什么老爷 还是什么 你是我亲儿子吗 你是我的弟弟吗 你是我的表哥吗 或者表弟的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我侄儿吗 还是外甥女啊 侄女啊 都不是 我爱你们呢 是因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在哪里啊 不是在天上 在我们里面 也永远我们同在 恩惠联名呢 平安呢 也借着真理 借着爱心呢 从耶稣基督那里 与我们同在 你注意啊 上帝给人真理 给人恩惠 给人怜悯 他怎么给啊 他怎么给啊 旧约告诉我们 是诗篇119 他告诉我们 他照着他诗 把话语的善待我 新约呢 也是一样的 恩惠 谁不想要恩惠 谁不想要别人 年龄自己 谁不想要生活的平安 尤其是怎么呢 爸爸没工作的时候 昨天啊 我们一个姐妹告诉我 她老公啊 失业了 不过呢 五月份呢 又找到工作了 四个孩子 有个小孩啊 小孩刚刚出生 三个月 四个月啊 四个都可能 也不到五个月吧 四个多月 家里需要用钱啊 你需要上帝的联名呢 平安 那你这个恩惠联名 平安 上帝怎么赐给我们呢 师父大气了起来 打开手机 哇 里面啊 有人啊 给我塞入一百万 打到我的银行卡上面来了 是不是这样的 我有时候一开门啊 门前呢 就掉块金子下来了 谁放的呢 怎么把金子放在 夏老师家门口啊 没这回事 从来没有过啊 恩惠联名平安 从父上 儿子耶稣基督那里 这个真理和爱情赐对 那我们接待定性赐 这个原则是什么 要基于真理的 不是在真理当中 你不是热爱真理的 就不接待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跟今天这个生活 像我这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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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啊 同学们知道吗 这叫呢 这是老月啊 写的和现代 劝大家 不是 我说我是教会上 我是你们的老大 我讲的话 就是命令 我讲的话 就是神来的 就是圣子 是不是这么说话 这么说话怎么样呢 没人听你的 你凭什么 你也是个罪的 凭什么听你的 你说老几 大家说这话就怎么了 没得说了 上次给大家做一什么 你写一份信法 给你的表弟或者表妹 或者说什么什么人 叫能够劝着人呢 你要劝人家 改变一个什么习惯 该什么习惯呢 喜欢扣鼻子 喜欢咬手指头 喜欢乱掉垃圾 喜欢干什么了 还有呢 随便呢 图团 当然还换习惯的 你要劝他改过来 你只会信给他 怎么含蓄的跟他讲呢 你想办法来 第二个 我见 这一段话来是讲什么 我见 第二个呢 他讲彼此相爱 这个讲彼此相爱 我们为什么接待别人呢 彼此相爱 人家这个需要 我们就接待 人家远道而来 遵行真理 彼此相爱 这不是一条新命令 是起诉所的命令 这命令呢 都是爱 保罗也讲过 西姆太前说 命令呢 都是爱 那我们呢 就爱远方 就去追第二点 第一是讲爱真理 第二呢 叫人对彼此相爱 第三点呢 哇 你是小兄弟咯 在这里小兄弟 小兄什么呢 尤其迷惑人的坏人 敌基督啊 在这个世界上面 要我们小心 我们不要 我们要得到天上的赏识 你不要 这个人啊 他家庭背景比较好 他是呢 在当地 是亿万富 我们今天接待他 怎么样呢 将来人得好处 为什么接待他 那是当地的高官 这种 没这么大了 这算是怎么样呢 是什么局的啊 什么关系的很硬啊 我进了他家里呢 以后的都好处 不是都不处的 没什么事 就是说 你小心什么呢 我们是因为爱人 小心敌基督啊 你看他是他的信仰 是不是跟我们的信仰是称托的 他呢 是不是爱圣经 想不想信耶稣基督 是道成肉身的神呢 如果不信 那我们就呢 不要接待他 不要接待他家里 你不要问他的安 为什么呢 我们在他的恶性上 就有份了 以后呢 我们在神那里 就得不到赏赐了 不但得不到赏赐 怎么办呢 我们还遭着处罚 遭处罚 他倒霉 我们呢 跟着倒霉 你看日记不好 对不对 好 十二 我还有许多的事 十二到十三节 最后是真实的 这样子 你如果是因为爱真理 彼此相爱 接待别人 怎么呢 你会很喜乐 是你们的喜乐会满分 行不行呢 你们是真正门揭选的 你不跟那些敌基督的人呢 还搅在一起 就这个意思 就是 大家一点注意 四点呢 一点很清楚 一点很清楚 基础 行为 界限 祝福 那我们看看这篇文章 论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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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达到什么目的 论点 达到什么目的 同学们 达到什么目的 达到什么目的 要小心接待远人 小心接待远人 就这么个是 怎么个小心法呢 怎么个小心法呢 四点是什么 怎么小心 你是为了我小心 我怎么小心 一 你要爱真理 第二 要彼此相爱 第三呢 要防备一段 你或者 你觉得 四呢 你要知道 接待人是什么祝福的 不是说 接待人会送礼物给我们 接待了我们 明天呢 就给我打狂 一百万美金过来 不不不 没这回事 但是上帝会来 安待我们 那么他们文章 那种点放在哪里 他这句话 要小心接待人 放在前面 中间 还是后面呢 中间 中间 为什么放在中间呢 因为犹太人 那样子的民族习惯 对 犹太人 你们知道 约翰是谁 约翰是犹太人 你要小心接待客人 在中间 他不是在旁边 不是在后面 不是在前面 在后面 犹太人写文章呢 那个论点呢 放在中间 英语呢 放在前面 中文呢 需要放在后面 一种注意这种区别 就这样呢 这种文章你懂了吗 我上次我担心你没有懂 我今天在讲了一遍 我没把这个文章 也是疏忽了一下 没把这文章 因为那个视频 屏幕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讲一下可能会好一点 现在知道怎么要写 确明的文章了吗 知道怎么要写 确明性的文章了吗 知道吧 知不知道吧 同学们 都不看不到你眼睛了 如果你在我看到眼睛 我这脑袋点点头 我就知道了 对不对 如果你眼睛是闷的 登上希望的 那你说明了 你还没有懂 还是求助联名 那我们看约翰三书 约翰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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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三书他也是确明 确明呢 要接待神的功能 第八节 我们看一下 第八节是神经 他的呢 犹太人 学文章呢 他的重点呢 是个人的总结 你要接待这样的人 请我同学读一下 第八节好不好 那我同学读一下 约翰三书第八节好不好 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 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就是呢 这就换了老师呢 把他说短了一下 就应该接待神的功能 神的功能是干什么的呢 为真理做工 为真理做工 我们不如说他是个基督徒 我点个名字 他过来出来做生意的 他是呢 放枣子的 或者是呢 他是大米的 我们就来接他 我们就接待神的功能 所以啊 是接待神的 做生意的人呢 谁必有钱 对不对 他哪里住 他是很方便啊 或者是呢 他当官的 当官的这 或者是中国还是罗马帝国 他都有义战 他有地方住 但是比如罗马帝国 修了很多的义战 中国秦汉时期 也修了一些义战 这些人呢 他有官方 有接待 你不接你不接待他呢 他也能够找到 吃得住的地方 主要是接待了神的功能 一八节 在这中间啊 那么前面一到八节呢 就赞赏这些接待 请问同学读一下啊 约翰三书 请大家读一下一到八节 好不好 同学读一到八节 请给亲爱的该由 这是我存心所爱的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先上 身体强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先上一样 有弟兄来证明 你心里存在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顺喜乐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 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亲爱的兄弟啊 把你像做客旅之地 所行的都是中心的 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 你若配得过神 当初他们往前行 这就好了 因为他们是为主的美术外 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 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 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好谢谢 就读这里就行了 这前面的这一棒步呢 就是赞赏 老爷们要接待神的 要劝他们呢 劝这个教会 该由他们 他们这一些 你们要接待神的 怎么接待 怎么接待 首先呢 夸奖 首先是夸奖 夸奖的 怎么夸奖他们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句话是怎样夸奖他们的呢 怎样鼓励他们 先是鼓励 鼓励该由 这是教会的一个普通 那亲爱的兄弟 亲爱的 令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灵活性 为什么讲这句话 如果你自己生病 对不对 你还躺在床上 昨天晚上 睡了一个晚上 天天晚上呢 睡了一天 今天呢 还在吃药 请问 这能接待别人吗 这能接待吗 我自己的病 那肯定接待不了吧 对不对 这怎么接待吗 我自己的 还要别人来伺候 我要怎么接待 所以呢 希望你身体健壮 如说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你的灵魂不兴盛 我不欠你 我为什么接待 我也欠你 你不能说不接待的人 就不是基督徒 对不对 你不能这么说 但是我现在呢 生活呢 面临很多的艰难 孩子呢 昨天那个老公 或者是老婆 吵了一架 儿子呢 还给我杀亡 女儿呢 还离家出手 我整个家里面呢 都是刀墙火海 水深火热的 那这家就设得 我身体很健康 但是我的生命怎么样 不行 我也不能够接待别人 教会里头 昨天一帮 另外一帮的官司 在打架 那怎么接待别人呢 接待不了 所以啊 能够接待 是什么样的 因为你凡事兴盛身体 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用 接待 家里面 全是垃圾 你怎么接待 你怎么知道 把它扫干净的 可是你身体虚弱 当你家接待 买菜的钱都很费力 那怎么接待 交换没钱 上个末世的工资 都发不过来 那怎么接待 他不是吹牛 是不是 我愿意凡事兴盛 是兴盛的教会 健壮的身体 大家灵魂兴盛 彼此相爱的教会 接待我 你怎么接待 这是 我们也不会去了 他愿意接待我也不会去 人家的昨天夫妻还在吵架 今天还儿女儿 女儿上了一个耳光 儿子俩鼻子打得流血 你去干什么 你去干什么 你会去吗 我问大家 你会去吗 打死我都不去 除非让我帮忙解决问题 那是莫扎斯探访的问题 而不是接待了问题来 探访就关心的问题 好 第二个 第三个 为什么 你们有什么优点 有弟兄证明你心里存在真理 你按真理而行 因为你们是按真理而行 接待了前面讲过 接待人怎么样 因为爱真理 所以你们就是爱真理的人 对不对 我很喜乐 我听说你们话 爱真理而行 我们今天喜乐是什么 喜乐你分析了钱财歌 我就很喜乐 你呢 对我很好 我很喜乐 然后呢 还有什么好喜乐 你给我办好了事情 比如说我 究竟不许 我做高证 我正点高证 没有关系 你跟我呢 认识大便的校长 我是不是可能想关系 怎么样 但是不是这样 老约翰的喜乐是什么 你们按照真理而行 反过来呢 你们不按照真理而行 我就怎么样 我就感到很伤心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 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 比这个更大的 这才是基督徒 这里面有基督的生命 看到别人按真理而行 心里头就很开心 很爽 看到别人不按真理而行 就很悲伤 为什么 因为你没跟我一起走天路 你在走向地狱嘛 我服营也都是白传的 还是成龙啊 就是 真的 那不按照的无所谓了 我还巴不得你跟你 对不对 因为我在外面找了小老婆 我也希望别人也找亲 因为我贪污 那我也希望别人也贪污 对不对 因为我讲脏话 我也希望别人也讲脏话 是吧 因为我也喜欢打架 我也喜欢 所以我看到你打架很厉害 我不错 对不对 这鱼找鱼 虾找虾嘛 公贵找王八嘛 所以你接待人 是按照真理而行 这是鼓励 这是夸奖他们 夸奖该由他们的 亲爱的兄弟 凡你想做克里所行的 都是忠心的 你爱别人是忠于上帝 不是别人的克里地形多可爱 他长得像周荣发一样的 漂亮的 像玛丽里门路一样 这么美 这么地形我们就接待 我也说 他是世界明末 爱德华兹 或者是马太恒利 他们来拜访 我们就接待 别人就不接待 我们接待了 高级末世 长得很帅的 你不能这么说 你们接待别人 是因为你的神是中心的 在教会面前 证明了你的爱 你配得过神 帮助他们情绪 因为你是爱神的人 你是爱神的教会 所以你愿意帮助 来一起来服侍神的人 是这个意思 还是那句话 各层其类 什么叫各层其类 我们中国人说话 什么叫各层其类 圣经的话叫各层其类 那我们中国人的话怎么讲 懂什么 用中文怎么讲 中国人的话讲 各层其类怎么讲 鱼找鱼 虾找虾 乌龟找王八 就是一 什么意思 臭味相投 都彼此怎么 自同道合 才能 和彼此相爱 龙昌一梦 怎么 那就搞不来了 那就怎么着呢 那就不能拿一封酒喝了 这里呢 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 对外部人一无所取 他们在外面传福音 他们在外面做探访 因为神的缘 所以我们的外邦人一无所取 你不能让他 去外邦人的报纸 把你去羞辱教会 一个基督徒 我记得有一个姐妹说 她去做传福音的工作 然后饿得要死 没有收入来源 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 伊斯兰教徒 伊斯兰教徒在加州 有一次他饿得要死在海边散步 碰到一个伊斯兰教徒 他出来 看到他很饿 就请他吃了东西 伊斯兰教徒跟他讲 你不要相信上帝 上帝的要爱你 他说虽然你没钱 但上帝还是抱着你往前走 伊斯兰教徒就接待了他 他讲给我 我就感到很羞愧 很羞愧 他是个华人 为什么教会的电影间 不会请他吃 为什么要在莫斯林 请他吃个饭 这个太辣过来一点 那我们怎么样呢 感到羞愧 因为真的感到很羞愧 我是感到很羞愧 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 叫我们他们的伊斯兰教徒 那我们应该接待 要鼓励 老约翰在夸奖 夸奖改有 夸奖改有了爱真理 夸奖改有他们 说这个教会呢 配得过神的爱 配得过神 在神的面前呢 就怎么呢 愿意呢 接待愿 愿意呢 为主的缘故 为爱真理的缘故 怎么呢 接待这些仆 这是夸奖他 这讲得舒服的 外面呢 在教你呢 不让我舒服的了 对不对 讲谁不舒服呢 我陈略略的写信给教会 你看了 做完了啊 当然了 这教会一种后位手的丢头飞 会接待我 这丢头飞干什么的呢 我并不知道 不知道丢头飞是干嘛的 可能是教会里头 比较有钱有生分的 等着老约翰批骗他 所以我落去 必要提说他所属现在是 我请问同学读一下第九节 第九节读到 十二节好不好 哪个同学读一下 第九节读到你十二节 读到十五节 九节读到十五节好不好 哪个同学读一下 哪个同学愿意 读一下 放个马 但他在教会中 我为首的 又特非 不接待我们 所以我落去 不要提说他所行的事 就是他用恶意 问我们 能够以此为足 他 不接待弟兄 有人愿意接待 他也禁止 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 赶出教会 亲爱的弟兄啊 不要效法恶 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神 行恶的未曾见过神 你又行善 有众人给他做见证 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 就是我们也 做见证 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 没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 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们 但盼望快快地见你 我们就当面谈论 愿你平安 众位朋友都问你平安 请你替我按照姓名 问众位朋友 谢谢啊 这个呢 是讲的批评 前面讲的呢 这是好听的 安慰性的话 换面呢 讲一些批评性的话 批评谁呢 不是批评所有教会的人 因为一个叫丢头飞的人 这丢头飞怎么叫后卫手呢 就是喜欢做老大 我们叫后卫手呢 就是听讲话 这个人喜欢做老大 我们中国人呢 就这个罪恶呢 不敏感 不敏感 我们呢 讨厌的人呢 是贪污的 贪财的 套赦的 杀人的 放火的 这些人呢 我们中国人传统道路 也很讨厌这些人 很忠乎这些人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罪恶啊 我们呢 很容易要忽视 有一些人呢 他喜欢做老大 有很大的权力 也喜欢掌控别人 知道吗 他喜欢掌控别人 尤其父母啊 他喜欢掌控自己的老母 就把他抓得死死的 不独保护 都叫后卫守 这个东西也是个罪恶 这些人呢 喜欢呢 就是呢 很骄傲 或者说呢 他喜欢 代替上帝的角色 那么 这个丢头飞 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他用恶言忘弄啊 就是说他有个女的 就在后面来说啊 这些使徒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就是说忘弄就是没有证据啊 去猜测了人家 然后说人家定罪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会用恶言去忘弄使徒呢 因为使徒来了 因为教会的老大是什么 他就做不了老大了 他本来喜欢做number one 喜欢做老大 喜欢做大姐大 喜欢做呢 大哥大 如果约翰过去了怎么样呢 大哥大就怎么样呢 他变成小鬼小了 他就不能一个人说了 算了 有一些人就这样子 所以啊 教会里的人有人如意 如果愿意接待的话 他把这个人赶去教会 就是自己后围守 这呢也是作恶 这不是行善 这行善的呢 为什么见过神 他不明白神 他不知道教 什么叫降服 什么叫降服在神的面前 不知道什么叫跟随神 你更不明白和别人一起 为真理做工 他是为自己做工 自己做老大 我读过神学 我是美国西门神学院毕业出来的 你们都要听我 做老大 明白吗 那么呢 这个教会里头呢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跟他一样 还有一个 迪米丢 迪米丢呢 大家都可以做见证 他呢是为真理做见证的 他呢也是为真理工作的 我们呢都知道他 应该教会应该呢 像迪米丢这样的人 那服是什么 而不是像丢头服一样的 而喜欢做老大的 最后呢 也鼓励一下 我要写信给你 要盼望金的 就当面谈 这一些事情呢 你按照姓名 问众朋友的安 就这个意思 这个题目呢 是我加的 是我加的 一到八节 就是迎请赞赏 他们呢 要接待客人 要接待 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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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然后呢 讲批评 那么批评的时候呢 自己不接待 还不让别人接待 这是在作恶 就是这个丢头飞 合在一起呢 最后呢 就是国公安了 国公安来就是说 鼓励啊 最后是 基督徒呢 应该引起 接待客人 接待神的仆人 我整理足够啊 这个意思啊 大家都明白了 这个意思 我讲这么话 你们都清楚了 这个这篇文章吗 清楚这篇文章吗 清楚了 清楚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 你们也累了 9点26 要学习文章啊 学习用文字啊 学习用文字 劝勉别人 不管是中文 还是英语啊 你如果英语 生活上美国 那肯定是英语了 你什么的中国呢 一定要学习中文 劝勉别人 明白了没有 我讲这个 讲这么多 不是 还是开始那句话 学会用文字表达 约神祝福大家 我们休息十分之九点二十六过来 我们学习中文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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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爱春宝永远 他的心事直到忘带 我要向上去摸我的帮助 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 从造天地的夜和晚而来 他必不教你的脚要懂 保护你的地不大盾 保护以色列的夜不大盾 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右边一匹泥 白日太阳比不上你 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 灭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心里 你处逆入夜 和华要保护你 从今世直到永远 xo 你处逐动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往生之身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往主之主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不幸大骑士的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慧早天的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不滴在水上的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祂造日头光白照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祂造月亮星输光黑夜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祂是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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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那几沙大君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沙路有名的君王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沙路羊默黎王西红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有沙巴伤王啊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将他们的弟子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自他的不仍以色列为也 就是自他的不仍以色列为也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故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就把我们脱离的人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 大家很谢谢大家的光临 其实跟你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理念是很得安慰的 为什么 因为我讲这些文章 也是我自己喜欢的 约翰二书 约翰三书 还好我们分析录都写的 我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每次给大家讲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得到很多学习机会 所以我对你们的道理是很感恩的 很感恩的感谢上帝 让我有个机会给大家分享 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生命也得到净 我的写度水平也得到净 像我这个时间阶段 你要我去做什么 唐诗圣词的研究 或者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或者西方文学 我现在没很多的精力 去做这件事情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教科历史 学习圣经的教育 更新生活 但接着教学的过程中 备课的过程中我就有时间学习了 我就尽力去学习了 所以我很感谢神 有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 那注意 作为我们中国人 尤其是我们是罪人 我们拍马屁以后安慰人有什么区别 称赞和吹捧有什么区别 我把它就去掉 你们觉得安慰一个人 鼓励一个人和拍马屁有什么区别 安慰人是爱他的真心的 对 安慰人是爱他的真心的 拍马屁呢 一个是为了让自己得到利益 一个是为了让别人得到利益 对 还有吗 拍马屁和那个安慰人还有什么区别 大家想 我这把我的讲之后 跟着不该 拍马屁说的都是夸大或者假话 但那个安慰人说的可能有点夸大 但是真心话 真心话都不会夸大 凡是真心话都不会夸大 夸大的就不是真心的 还有吗 你在生活中一定要区别 什么是拍马屁 什么是安慰人 还有吗 还有一点 安慰人是在服事时 做什么的工作 拍马屁是讨好人 是在做人的工作 他是像傻蛋来的 表面上好像都是为了肯定 这点拍马屁也好 还是安慰人 好像都是为了肯定一个人 接纳 今天的有些事情 我接纳你 我要彼此接纳 就是其实彼此拍马屁 推捧和自我吹捧来想结果 是这样的 就是要吹 那么给大家讲一下 基本上给大家 我的态度的给大家一样 安慰人是真心的 自然而然的说法 我很欣赏 比如说我会欣赏一个弟兄 他很有爱心接待别人 他很爱主 那我会说这个弟兄 这神很有感情 这上帝很有感情 真的我是很忠正他 就是发自内心的 我不是说 我故意要这样跟你搞好关系 我真的是很欣赏你这个人 我看你比我自己强 我看自己呢 我合乎真道 但是怎么 你安慰人是一点水準 很欣赏你的态度 拍马屁是讨好 有的时候拍正了 拍在马屁股上面了 有的时候拍什么 拍在马笛子上面怎么的 游戏了就像 快向老师你长得很帅 我就不觉得我长得很帅 因为我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我经过了很多麻烦的 我这样长得很帅 我早就结婚 很早就结婚了 我就不长得不帅 你这时候你夸得怎么样呢 纯色的拍马屁的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拍马屁 或者是你哄不完的 你觉得我很傻 对不对 你就个随便讲一句话 我就很开心了吗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 很弱智 深心的人讲话 他自然而然的说话 他是带着感情的 也比如说小孩子 长得很壮实 我就很卸开了 我们楼下 有几个小男孩 很壮实 我不知道爸爸妈妈 为了什么东西给他吃 很壮壮的 走到哪里都是空无有力 才不到一两岁 你这孩子真是空无有力 很不错 他妈妈也很 因为我讲这话 我没有拍出来马屁的意思 我就很自然就说出来了 那么拍马屁就很虚伪的 你看我们要在某某的领导下 高举什么样的旗帜 向照伟的前进 伟大的无产阶级 万岁万岁万万岁 人民为人服务都是好的 讲那些什么 仁义理智性 什么呢 理一连就讲那些 好听的话 他是有套路的 凡是讲假话 他都是有套路的 你年纪还小 为什么在课 为什么不叫小学生过来 不叫中学生过来 为什么呢 你有点生活经验 什么叫生活经验 知道别人的套路 比如说去买东西 今天我们正好搞促销 你来得很好 我们给你 首先给你个价格 比如说 给你一件衣服 200块 198 今天你到我们这里买衣服 正好你感受我们促销 我给你九折 好不好 你信不信 我讲这话你信不信 搞衣服促销 你信不信 你穿这衣服真好看的 很有气质 你信不 你信不 有时候会信 有时候会信 因为他是套路的 套什么叫套路啊 就是把你玩过来 让你不能不信 因为人嘛都希望自己穿的衣服啊 比较有气质嘛 要促销的时候呢 赶上占着便宜 是吧 然后我在健身房里头去啊 我买个健身套 我也知道他玩套路的 他开始给我啊 3888块全套 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去全部全家的去健身啊 小的不行 我就知道了 别等一下 我说你什么时候 你搞促销的时候 你再找我 我现在不不不 那我再等啊等啊等 他也说现在小谷大哥啊 有没有时间来见商团呢 我说现在不行 然后他给我降了 降到了 3600了 最便宜了呢 300块钱 因为我知道他是会有套路的 我知道有套路 他跟我前面讲话都是这个花里火烧的 那我也得去健身啊 对吧 所以你在生活当中呢 你明白什么是拍马片 什么是套路啊 什么是真诚的自然而软的讲话 你分得清楚吗 很难分得清楚啊 我也很难分得清楚 有的时候我要是分得清楚了 我不是今天这么苍杀 你看我这个样子 50岁的人看上去又70岁多了 为什么 因为我经历了很多 这个被人家骗过嘛 自己有很多的罪啊 为什么呢 对付 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罪啊 贪心 贪图安逸 希望占别人的便宜 希望呢 别人吹捧自己不能很自卑嘛 人家夸我一几下对不对 小弟兄很有知识啊 很乐于服侍神啊 听了这句话我就很开心了 我马上服侍神 虽然我可能不能 不是服侍神 他想要利用我 到时候我回来 屁电屁电的什么 都跟过去 你们会干这种事情吗 别人夸奖一下啊 正好我很自卑的那个方面 人家夸我两句这么的 那我去服侍 那给我个很低的薪水 我一样的会去做 我就干过这种事情 我就被人家呢 玩套路了 为什么会被人家玩套路 因为我里面自卑 希望人来肯定我啊 希望人呢 把我抬得高高的 所以我就怎么样呢 把人家玩进去了呢 那不是在安慰人 那是在排马屁 那是在利用你 是吧 他自己的好处 然后安慰人是真的 拍马屁是讲 安慰人是很具体的 比如说 我安慰我儿子 我怎么安慰我儿子啊 我说儿子啊 你今天啊 做事很认真的 你啊 把那个自行车啊 转好了 你的动手能力 比你爸爸要好 我这是安慰他 那如果我是 如果有人是排马屁的 哇 笑了 你好棒啊 你好 你真的不错啊 你这么能力 我都没有经过这么聪明的孩子 你看哪一个人 哪个是排马屁 哪一个是安慰人 哪一个是安慰人 你分得清楚了吗 分得清楚了吗 嗯 一个是比较具体的 一个是讲大话 不招编的 就不招编啊 不靠谱 不靠谱的 怎么 你安慰人 一定是具体 细致的 因为人的优点 他是很具体的 很细致的 拍马屁呢 拍马屁的人 他只是利用 他不会认真的去欣赏 他不会认真的去欣赏 都是讲的是抽象的 再跟你讲啊 有人说我看你的文章显得很不错 哪里不错呢 今天早上我看到一篇文章 什么写写的 写了一篇文章 他把那个雨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然后玉锦翔给那雨水染了颜色 我这两句话显得很精彩 我就是说我是安慰他 安慰他 如果我要拍马屁怎么拍呢 玉锦翔起的很棒加油 这是拍马屁为什么 哪里很棒你帮在哪里 我哪个方面继续努力 你不能这么讲对不对 你觉得很抽象 你安慰的意思是具体的细致的 这样子 拿好努力嘛 我拿好继续发样的优点 安慰人的目的是鼓励人 在优点方面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啊 你以前做得很好啊 母母你做的菜啊 你尤其是你做的那个什么 小橙拌豆腐啊 你做的很好吃 你这个我很欣赏你的啊 母母那很擅长的做鱼 他以为说那你这方面继续努力吧 我就鼓励你了 不是你的菜做的很好吃啊 我很少亲国像你这么好吃 你是不是要国家一级厨师啊 你不是开马屁吗 这什么时候变成国家一级厨师了 哪里好像哪里好 不切实际啊 抬高人家啊 安慰人呢 是让别人得益处 人家得什么呀 人家就是爽肉得不上 有什么东西呢 有一些人就说 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搞这搞这就 生活就抬不起头来一样的 学习了怎么样呢 不想干了 不想学了 看小老师的课算好烦 还厌倦啊 那学什么呢 一下子还软弱嘛 然后不知道怎么上 这文章不知道怎么写 所以诗志在学习 学习的什么程度呢 去中文对不对 我是中国人啊 然后我中文印度在学吗 他对不对 印度上专门的中文课啊 他就说怎么的 还搞不明白了 是吧 还要着急 我十八岁了 我还来得及吗 我去中华还来得及吗 是不是我已经过了这车 没这站过了这村了 怎么的 没这店来了 怎么的 还着急了 怎么什么 你也去安慰他一下 也去安慰他一下 安慰的话呢 你每次都让你很舒服 你每次都会让你舒服 就像吃药打这么样的 打真的说舒服不舒服 不跟大家 小朋友打一针进去就没了 舒服不舒服 你做的时候你就舒服不舒服 真言书上面讲过一句话 智慧的言语就像蠢子一样的 你是不是真打一针就舒服不舒服 还不一定很舒服 对不对 有一些人身体很强壮的 不怕痛的 你打一针没死 因为小朋友本来就没打过针的 对吧 皮肤弄弄的 你拖一针进去怎么样呢 他痛死 你跌起来了 那么你在安慰的 或者被安慰的功能当成人 你会得益处 那怕马屁呢 一定让你舒服 让你嗨起 那就学嗨嘛 嗨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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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你 女孩子嘛就想变化 再次减肥 肥了减少了 老人呢就希望怎么样 别人说我年轻些的 中年人呢 希望别人说我自己有智慧 有经验 对吧 女孩子呢 希望别人夸自己长得漂亮 身材好 皮肤白 有气质 对不对 抓住你 让你吹捧 吹捧是满足人精神的骄傲 越骄傲的人就越喜欢别人夸自己 希望别人呢 拍马屁 明白了吗 你明白了这一点 你就知道怎样安慰 什么叫拍马屁了 否则你怎么劝没人呢 对不对 你怎么劝人家 你劝人家就这么满面的拍 我这个社会呢 很多会拍马屁的人怎么样呢 生饱发财 老老是做死事的人呢 怎么样呢 倒霉 在教会里头 诚诚诚诚诚讲道的人 教会没有几个人 拍马屁的人 教会屁里屁里的 后面跟着一群人 而且文章也是这样的 你老老是是的 写的 你正欲省的话语 每天读基金 要打道 要跟着省的话语 悔改自己 我在别人讲课也是这样 圣经我不明白的地方 先割一下 明白的地方先学嘛 对不对 不喜欢听 不喜欢听 他想听什么呢 怎样批评 党和政府 怎样呢 去成功 怎样发达 怎样养育成功的俄语 怎样呢 得到 声望和地位 怎样进入世界名校 还有怎样的 怎么的 他就很开心了 其实世界上 99.99%的 都是普通 但是呢 那普通人 怎么样 他有精神的骄傲 希望人家拍马铁 希望人家 那是大道理 罗续文章 他们叫他什么 怎样面对俄语问题 怎样中文的关系 中国也怎样文明的成就 好像自己是国家主席 我像是自己 是增益领导干部 这是 我是世界领袖 一样的 还有人就追求这种精神的骄傲 就充满了人的这种光环 喜欢这样子的 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喜欢那种 只顶江山 寄阳文子 粪土党也万乎好得 这种 勿操满大地 水举重复 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 数分六人物 还看金兆 人就喜欢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好 下面呢 我们再 再看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 什么叫拍马屁 和安慰人的区别 我们写文章 基督徒主席 就是安慰人 为了古人 不是让人家 当然也不是裁毁 所以让他在基督里 身边长进 使他都刚强 使他迷惘的生活 变得清洗 使他软弱 变得刚强 使他失败 变得成 使他鼓住干净 往前面走路 是他的最后的悔改 是他的 生命与神和好 就是为了他好 但是人不一定等你的好 不一定等你的好 像反正你拍马屁 到哪里都吃得下 因为人呢 怎么样 随便也见识你的骄傲 谁不想别人夸两句 对不对 美极鱼接纳 那是接纳 好 我们再讲 看一篇文章 劝别人和好 跟人家和好 这《非力门书》 放到一二三四 问好 劳住者的品格 劳住者的行动 还有劳住者的动机 我们看一下 还有十几分之 给大家再讲一篇文章 这次我把它打出来了 我把它打出来了 这样子你们就要好看见 看见吗 你都看见吗 可以了 现在可以不可以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吗 刚才我们也 共享这篇文章 看到了吗 现在看得清楚吗 清楚 现在清楚了 刚才我们也共享这篇文章 刚才先打开了 这个我把它打出来了 劝信徒之间要和好 怎么和好呢 在劝民的背景时 罗马帝国 它是个奴隶社会 三分之一的人格 所谓奴隶 这些奴隶 有普通的 也就是干粗活的 干蛮力的 还有一些 医生 教师 艺术家和徒弟 就是管理人员 这些也是奴隶 奴隶是不是人的 奴隶不是人 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 那么 有一个基督徒 叫阿尼 叫菲利门 菲利门呢 手下有个叫阿尼西姆 阿尼西姆呢 他呢偷东西 不论谁的东西呢 偷了他主人的东西 然后跑 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罗马去 去游荡 游荡那个时候 怎么被抓了 保罗呢 在罗马呢 在讲道 在穿福音的过程当中呢 就遇见了这个 阿尼西姆 跟他穿了福音 这个阿尼西姆呢 当然是努力了 他没地方去嘛 就来到教会啊 跟着保罗呢 献耶稣 在神秘上面有掌镜 掌镜呢 以后呢 保罗跟他聊天 在交流的过程 知道他原来的老板呢 叫 费力门 费力门呢 费力门呢 是一个很爱住的弟兄 他们家呢 接待过保罗 保罗呢 也在 或者说保罗呢 在这个 费力门家住过 他们之间有一段交情 一段交情 所以呢 保罗就写了这份信过去 这段情况在哪里啊 你们去自由在哪里啊 这本书肯定看 这样就要是费力门书 费力门书 请同学读一下啊 请同学读一下 一章 一节到第三节 请同学读一下 请同学读一下 一节到第三节 好不好 然后同学读一下 耶稣被囚的保罗 同兄弟提摩太写信 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兄费力门 和妹子亚非亚 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部 以及在你家的教会 因为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和耶稣基督贵于你们 主耶稣基督贵于你们 谢谢你啊 这两个话前面问候 问候里头我们看的是什么 信息呢 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 在住牢 住牢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穿了这个福音 这个福音的果子 我记得估计 我估计才那个 那个安妮希姆呢 他现在也是在监狱里认识保罗 等一会 等一会 这黑块钱一下消失 然后呢 他跟提摩太两个人写信 两个人做见证 因为怎么呢 一个人怎么呢 圣经上面两到三个人做见证 那么这里呢 写个菲利门 菲利门呢是教会里头的同工 是同工 还有呢 他妻子呢叫亚非亚 里面呢还有一个呢叫亚基布 都是他 我说亚基布是他儿子 妹子呢 有儿子 妹子 亚基布是他儿子 谢谢 亚非亚呢是妹子 亚基布呢 是他儿子 我没查 听你这么说 这亚基布来也是同工啊 然后这个教会在哪里啊 教会在哪里家 在菲利门家 因为 我跟大家说啊 以前的教会 它是没有教堂的 不需要教堂 为什么不需要教堂 是不是保罗没钱 穆绝不当了 不是 实际上 主要是当时的那个时代 就比较打击基督徒 所以不能有教堂 其次呢就是 教堂就比如说可以 到另外一个信徒家里面 就去聚会了 教会只是 进一核心的 不是一直在打敏的 一直打就是 谁都死不消 真正有几十年 几十年的这种的停息 就是说 基督就是教会的圣殿 不需要教堂 教堂使西方人 不喜欢 高兴 你听我讲 世界历史以后 我会告诉大家 主耶稣不是没有钱 去建教会 教会也不是一直被打烊 不是一直被打烊 就我们国家不是也在建教堂 甚至打压的人也在建教 根本就没这个必要 那么聚会怎么办呢 就别人家 谁家有房子 旷一点 就接到大小 因为只要用心灵和诚实 敬拜神 就靠 那个时候教会也不太大 你看同国 几个同国 不利门教会他们几个同国 不利门 就是他妹子 亚佛亚 亚佛亚是他妻子了 就两个同国亚基布 就两个人 就负责了 一个小教会 那个时候教会大概是 六个人到二十来个人 因为什么呢 一个家庭职业这么大 也多了什么样的 他也待不下来 这一个城市呢 就一个教会 比如说菲律底教会 是菲律底这个城市 一个教会 还有那个什么 哥伦多呢 就哥伦多这个城市教会 然后在下面呢 有个人聚会点 叫聚会点 你家一个聚会点 他家一个聚会点 他家聚会点 然后这里头有一个 这个整个地方有 有两到三个这么的长老 而且多一点的 还有一个主教啊 就在一起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那至于他显现的歌 他也没写 讲很多啊 他讲的 菲利门啊 亚佛亚 还亚基布啊 就这样的啊 我们再看 四节到底七节啊 请我同学读一下 四节到底七节读一下 好不好 我祷告的时候 提到你 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因听说你的爱心 并你向主耶稣 和众圣徒的信心 获作音 听说你向主耶稣 和众圣徒 有爱心的信心 愿你与人 所同有的信心 显出功效 使人知道 你们各样善事 都是为基督做的 兄弟啊 我为你的爱心 大有快乐 大得安慰 因众圣徒的心 从你得了畅快 这为什么要和好呢 为什么劝 劝那个菲利盟 跟那个阿尼希姆和好呢 是因为你有爱神的心 不是说菲利盟 现在长得很帅了 以前是个丑八怪 现在变成一个帅小伙子的 他以前是一个偷东西的 现在变成了一个行善的了 或者说他现在发财了 成功发达了 他不是讲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人死叫菲利盟 你要与阿尼希姆和好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你是爱神 你是对神有信心的人 你愿意为基督 行善事 是这个意思 知道吧 你的爱心 你曾经让我快乐过 你接得过我 接得过保佛 对不对 我在你们那里穿福音的时候 你接得过我 而且不光是我 还是正圣徒的心 都因为你快乐 你是实施在一个爱主的人 你把你的家庭分信出来 就教会 对不对 接待弟兄姐妹 你愿意把你的钱 也分信出来 给教会 你妻子 你的孩子 都愿意服侍神 我们知道 是很有爱心的 爱心是成神来的 其实 我们和好 不只因为人好 人有什么好 好 我们再请同学读一下 再看 在这 再看第八节 读到 这比较多一点 我要把书小一点 八节读到第十八节 好不好 因为八节读到第十八节 比较长一点 能读吗 老师我来读 好的 谢谢 我虽然靠着基督 不能放胆 做到你所疑的事 然而 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 现在又是为基督 耶稣被求的 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就是为我在 捆锁中所生的儿子 阿尼西米求你 他曾经与你没有益处 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我现在打发他 我现在打发他 亲自回你那里去 他是我心上的人 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 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 替你伺候我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 我就不愿意这样行 像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担心 他暂时离开你 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仆 乃是高过奴仆 是亲爱的弟兄 在我实在是如此 何况 何况在你呢 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 是按主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 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亏负你 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帐上 好 谢谢 这里来讲 我把话都关一下 你们叫声音传过来 就是说阿尼希姆 他是保罗在坐牢的过程当中 穿福音节的果子 穿了果子 带着牢动力 在奴隶社会 奴隶跑来怎么办 因为他对主人的是个损失 保罗完全可以 用你教会的权柄 用你基督徒 你得听我的 对不对 要他释放 因为为什么是教会的权柄 教会的权柄在哪里 为什么保罗说我可以用权柄来命令你的 是根据到哪里 他为什么有权柄 命令他的权柄在哪里 在耶利米书34章 你的地形要做奴隶怎么样呢 应该怎么样 你看耶利米书这34章 对吧 地形怎么样呢 神明记里头也讲过啊 你地形如果做了第七年 第七年要怎么样呢 如果一个犹太人做你的奴隶 做到第七年应该怎么样 释放他 你要释放他 你不能够再用那钱了 因为他是你的地形 你不能 如果我不释放他 会怎么样呢 我不释放他 我就要反着来 就会怎么样 就会怎么样 我不释放 我就不释放 怎么做 你能把我怎么样 就会怎么样 为什么 一位米书34章告诉你 你会说 刀剑 饥荒 瘟疫 刀剑 饥荒和瘟疫 就连到你家 保罗没讲这些话 保罗没讲这些话 他是含蓄得给他讲一下 我可以靠着耶稣基督 丰富你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愿意的 挺爱心求你 你看美国为什么要南北战争的 我以前在 你听我讲过世界历史的时候 美国为什么南北战争 你不释放你的弟兄 上去就把刀剑 饥荒 瘟疫 领到你们家 就这么回事 就这么讲 但是保罗不愿意这样子 严厉的话跟你说 因为他相信 相信 这个芬里蒙是个有爱心爱主 所以告诉他 这个安尼西姆 我现在不再是奴隶了 不再是奴仆了 乃是亲爱的弟兄 他是亲爱的弟兄 那你呢 我希望你甘醒乐意 而不是说我今天醒来 文献给你 你勉强或者是与我惧怕的人 有 我们折上了刀剑 计划我临到我家不好 我就把它放过去 不是 因为爱神的原因呢 放他一马 放过他 放过这安尼西姆 不但放过他 你也把他当弟兄看待 至于你在经济方面所损失 就安尼西姆 以前我买回来的 我花了500美金 或者说当周 或者说我花了银子买回来的 那么你现在 如果你觉得欠你的钱 那好 我保罗来还你 行不行 就这样子的 保罗 就这个意思 最后来一句话 我请大家读一下 19节读到24 25节 然后先读一下 19节读到25节 我要读 好 我必 我必偿还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我并不用对你说 你自己也是 亏欠于我兄弟啊 望你使我在主 利益你的快乐 获得益主 并望你使我在心里 基督里的畅快 我显现给你 深信你必顺服 知道你所要信的 必过于我所说的 此外你还要 给我预备住处 因为我盼望 见识你们的祷告 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为基督耶稣为我同 与我同坐间 以巴福问你安 与我同宫的马可 亚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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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玛 福家 也都问你啊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珍藏在你的心里 在后面讲的话 另外讲的话 因为他们直接有很深的感情 都是都知道彼此是谁 所以话就讲到这里 他们开心了 没有讲很多的严厉的责备的话 你说你不但你会顺服 我相信你会顺服 因为他知道那个 菲利文是爱主 不是那种人是什么的 在圣经呢 在懵懵懂懂的那种 就是邦庭还没有 什么样 不知道有没有重生的人 不知道是不好说的人 就是他知道这个事 是真正的爱主的人 所以你不但把那个 阿尼希姆放掉 然后我到你们家去住 因为他是接待哥 接待弟兄 那大家呢 然后呢 因为克里保罗 就是从监狱就出来了 就是出来了 跟以巴佛 这边到一起去 到时候去拜访你们家 还是一些什么工作 要去处理 这后面就 一个祝福性的话语 这边我们就学王了 学王了 这一篇文章 希望大家多开心 做一来不知道大家还愿不愿意 愿免人家的文章 希望大家还是这篇作业 希望大家完成一下 我们做几首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祉 就是帮助我们同学 学会写一些缺免性的书信 一些缺免性的文章 希望别人呢 从自己的过犯当中呢 能够走出来 希望别人呢 软弱真正都刚抢 迷惘真正呢 看到清洗 愿主给你们一个帮助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劝勉 我们懂得欣赏 在我们显现的过程当中 真正的去安慰人 而不是跟人家排马屁 愿主带领和帮助 我们同学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区 阿们 我看看 大家有点赞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